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炸了以后 迟滞了这边攻击 但这四个攻击点 现在已经不单是单点突破 现在已经是开始多点突破 而当你开始多点突破的时候 就开始成为有一个合围之势 这个合围的姿态就开始 你得说 在整个两个军团 两个部队 中间 俄军根本前后被包操 前后被包操就被形容说 他被包饺子 一个一个被包掉 而一个一个被包掉之后 你就看到 俄罗斯现在士气非常的低落 低落到现在有逃兵 逃兵到 俄罗斯的督战队必须要出来 用最激烈的方式 遏止整个部队的溃散 甚至先有人讲 我故意破坏装备 来形成一个无法攻击的一个态势 现在这样子一个强弱力判的态势 会慢慢地扩大吗 现在乌克兰会在哪个时间点取得一个绝对优势呢 你说现在在欧队战场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一个合围的阶段 因为之前讲 我在四个点进行单点突破 就现在已经不是单点了 突破的点越来越多了 突破的点越来越多就代表 我等于攻进敌方前线的部队越来越多 开始进行合围了 对 没错 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收回的领土 你看领土越收回越多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说四路进攻 在比尔格罗德 扰的这个俄罗斯整个后方 完全是一片混乱的这个局面 现在其实热战地方有两个 一个在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另外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现在完全热战到什么程度 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乌克兰是用所谓狼群战术 他们的第三突击旅在这个地方 不断地骚扰你 骚扰你之后他们现在 过去是俄罗斯说我们获得 这个巴赫木特三分之二的土地 甚至四分之三 现在是反过来 现在反过来是他围着你 被乌克兰躲回去了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话 乌东战场有可能会节节败退的 一个状况 另外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双方俄罗斯跟乌克兰 最精锐的军团在这边对峙 现在打了这个局面来说话 乌克兰已经开始占了上风 而且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来说话 乌克兰武器越来越多 你看他有什么 用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你 用自杀无人机 他甚至摧毁了 别尔江斯克的雷达战 这个克里尼亚的雷达战摧毁了 他们都已经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先弄瞎你的眼睛 然后我开始 无人机开始出动去攻击你 别尔江斯克离乌克兰的战领区 有很大的距离 这么远的距离 我都可以用无人机 把你的雷达战给破坏掉 除了这个之外 俄罗斯目前军心散换不错 散换到什么程度 他们这个T72坦克 要在那边走走走 结果没想到自己踩到自己 布的雷就自爆了 所以事实上现在整个 俄罗斯的这个军心 真的完全是不想打这个仗了 好 导播我们再看一遍 刚刚讲的 你从乌东到了乌南 这些蓝色区域里面 它是呈现一个全面推进的状态 全面推进的状态 刚刚讲的还已经出现了 很多重要的突破扣 对 没错 那最近普丁怎么办呢 普丁他就说我们要团结 除了要团结他说什么 我们现在俄罗斯 你看他还自己在壮胆 虽然我们俄罗斯的品质在提升 但是数量不够 那如果要停战的话 他现在开出了条件 你希望不能够在军援乌克兰 那根据这个目前为止 俄罗斯媒体也证实说 的确在这一波战场里面来说的话 俄罗斯损伤至少死了11万人 有非常多五个将军以上的故事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打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都质疑说 普丁你还要再继续打下去吗 好 另外就刚刚讲的 导播我们看这张图 在这个俄罗斯战场上面 有一个地方的名字 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马力波 因为马力波是第一个 被打成废墟 被打成空城 两边的部队在这个地方 根本是进行殊死战 可以刚刚讲的 现在刚刚讲 这些蓝色的线头 都是乌克兰部队开始进行 往全不往下 干嘛 他们人家 我就是要把马力波整个切开 切开了以后 整个战局就会翻转吗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在乌东战场还有乌南战场 这一边来说 这是杂波罗这一带 他们有开始往南推进 他们目前有主要两支部队 一个往托克马克 他们原本是想要切开 乌东跟乌南之间的联系 另外在这个地方 在比较靠近 对内资格这个地方 他们往这个 福尔诺华卡这个地方往前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保险你知道 他们一天时间 已经往前推进了 一公里左右这个实战 他们全面推进 全面推进 对 这个对俄罗斯来说 压力多大 因为第一个 他这边有梅利托波 这边有马力波 到底你是往下攻呢 还是说现在有一个说法是 他们要直接去取这个 别尔江斯克 直接取别尔江斯克 把别尔江斯克取下来之后 就完全切断马力波 跟这两个城市 而且你打到别尔江斯克 那是一个海杠 不就直接切到黑海去了 对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俄罗斯他其实也不知道 你要怎么样作战 所以目前为止 真的对乌克兰来说的话 是取到一个 这个完全领先的局面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防 为什么要拿下别尔江斯克 我跟大家讲 因为这边有机场 我们曾经讲过 这边也有这个船舰 黑海舰队在这个地方 对 那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很多俄军 他们已经把这个 原本在赫尔松这个地方 你看 他们都已经把这个前线里面的 这个飞机 军机 清空了吗 对米8或是米24 或是K52的这个直升机 还有这个K29的直升机 全部都移到别尔江斯克 这个地方来 他这个地方有27架 所谓的乌军的俄罗斯军队的 这个直升机 也就是说他显然也知道 你一段如果真的目标 是别尔江斯克 你把它切断之后 我真的会陷入两面尴尬 所以他现在掉了大量的部队 从赫尔松掉来的 就在别尔江斯克 这个地方直接在诞里 你说我要死守别尔江斯克 所以当你要死守别尔江斯克的时候 别尔江斯克就出了一个怪事情 他非常重要的雷达战备炸掉了 当我先回子来说 因为乌克兰已经往这个 别尔江斯克去前进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当时在这个别尔江斯克 这附近来说的话 有非常多的直升机 开始往这个前线去前进 所以事实上现在乌冬 这个所谓杂波罗尔这一带的 这个乌南乌冬战场 变成是双方在这个地方 要准备拿下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据点 好 那现在你刚刚讲的 在杂波罗尔的这个地方 现在全世界刚刚讲 俄国跟乌克兰两大军团 两大最精锐的部队 竟然在这里对决了 对 我们就讲 这是在杂波罗尔这一带 这就是之前被炸掉这个水坝 这个水库这个地方 你看 现在乌克兰军队 就是蓝色的这个部队 它现在往南推进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讲 国共内参里面最精彩的 这个所谓徐棒会战 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发生 为什么 类似这样 为什么 双方都把最精锐的兵团 在这个地方要集结起来 互相的对攻 为什么 普丁这边拿出了 我第58团军在这个地方 他就完全要守住你在这 那乌克兰来的一个第47旅 那47旅是什么 宝洁 他们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军团 他们操作 他们不但装备 你说整支部队 对 都是北约训练的 没错 他们不但北约训练不说 他们的所有的装备 坦克车 包括这个装甲运兵车 全部都是美式装备 欧式装备 他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两军在这个地方 准备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作战 如果乌克兰能够推进的话 如果击溃这个第58团军的话 对俄罗斯来说话 大概乌南战场就已经大概确定 他大概就可能会一路败退 所以现在对普丁来说 他下了命令就是你一定要 守住目前的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因为过去他的普丁的赫赫战功 拿下车程 拿下克里米亚 谁打 就是58级团军打的 如果58级团军在杂波罗热都输掉 对 代表普丁鸭香堡的军团被歼灭了 所以才说双方在这个地方 拿出鸭香堡来这个决战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来说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来说 第47中这个机械旅来说 你看他们这个徽章在这边 这样一个马的这个龙的这个状况 那你看这样他们来说 他们这是什么 M2的这个布莱德利的步兵战车 这是美式装备嘛 他们还是往前线移动 另外他们说 他们目前为止 即使是布莱德类的这个步兵车 他被炸掉 你看他被炸到 其实他已经被这个旁边的火炮炸到 但是他还是OK 继续可以继续前进 只是说有部分机组损坏 你如果这个机组人员 如果真的要逃开 还是可以逃开 所以你知道美式装备 其实是相当相当好 即使你被炸到 还是可以完全逃开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T72 甚至T90 当你被开灌了以后 里面的人根本跑出来 或里面的人受重伤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布莱德利的战车 我已经踩到雷了 里面的人还是安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布莱德坦克说 我被炸掉了 被炸掉了以后只有履带受伤 车体是完好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这些所谓欧美的这个装备 真的相当强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TOS-1A的这个火箭车 你看直接被乌克兰摧毁之后 你看他就整个完全炸掉 的一个状况 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形 你看完全就炸掉 这个TOS-1 就完全毁掉了 就完了 就完蛋了 那你看 所以你知道双方的武器 真的是不太一样 那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军队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这里面 他们已经进军了 他们在庆祝 为什么 他们拿下了俄罗斯 在这个地方的几个 堡垒的这个情形 连我们刚才讲到 之前就有知道 他们有无人机 可是现在的无人机 用得更出神入化 这个无人机不可以单点攻击 它可以交互掩护 抱歉 事实上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 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由于叫塔尔汉库茲克的 这个军事基地 这基地里面原本有一个俄罗斯 是非常先进的这个雷达 那你看结果这几天被他发现 他被炸掉了 你看他这个雷达的 这个完全被炸个洞 炸个洞 基本上雷达是已经不能够使用了 那到底是谁去攻击呢 目前乌克兰的说法是说 我们可能用这个无人 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你 然后把你这个雷达 毁坏了一个状况 好吧 那这个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 这个俄罗斯媒体说 怎么可能是自杀无人机 应该是用飞弹攻击的吧 双方是不一样的说法 好 可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 这个塔尔汉库兹克这个雷达战 是2020年才建的 2020年才建的 他目的是什么 你看他入位置 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他当然是为了要整个 这个cover整个乌克兰战场 而且他这个里面来说的话 他是俄罗斯最先进的 这个天空M的远程预警雷达系统 他这个可以同时的 联动所谓的萨姆300 萨姆400 而且还可以侦测这个大附近的 所有的这个攻击无人机 所以我现在先把你摧毁 那是什么意思 我准备大军要进来 我先把你的眼睛摧毁掉 那你眼睛摧毁掉 你这个就已经 萨姆 萨姆 萨姆都没办法用了 甚至连攻击无人机都没办法做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发动非常多 包括说像这个所谓海马式火箭弹 甚至这个什么暴风的这个飞弹 暴风幻影的飞弹 我全部都可以攻击你啊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乌南战场你看 这个重要的 这个军事的眼睛被戳下之后 当然对俄罗斯来说更不利 那你要想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乌克兰他们有成立一个 秘密的特务组织 他们这个特务组织是带什么 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给他们 这个相关的自杀无人机都很小谈 他们都潜入到前线后方去了 他们是特务 他们潜到后方去的时候 就有时候就开始发动所谓 自杀攻击这样 自杀无人机上去 让他在这边寻衣 寻衣这个飞行之后 寻找有利的目标叫这样攻击 你知道他现在其实呢 另外一个 最近普丁不是说吗 要和谈可以啦 但是你欧美不要再给武器啦 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欧美再给他武器 他真的受不了啦 你看 美国现在又准备再吸引批 给他大概约莫3.25亿 但是理念来说 其实最引人注意是什么 贫幼带都要给他了 我们在英国之前 已经给他贫幼带 已经运到前线去 现在连美国也都要给贫幼带 所以那如果真的给贫幼带的时候 那俄罗斯坦克那不是更糟糕 那不是对这个乌南战场 你第58集团去 我就不是可以完全歼免 所以目前为止对普丁来说 他现在已经要好好思考 接下来如果真的全面 我的王牌部队 如果真的折疾在这个所谓 这个砸波罗热的话 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好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是 在俄乌战场上边 乌克兰跟俄罗斯 其实已经将持大半年之久 大半年的时间里面 有一点像谢谢乌战士里面 将持在这地方 可是刚刚讲 老婆我们看在这个图 现在不过在短短 一个礼拜的时间 刚刚讲到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是有重兵的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是有防御公司的 但它防御公司不只有一线 它是有好几层 结果我发现你看吧 现在乌克兰是全面挺进 这些蓝色的部分 全部往前挺进 不只往前挺进 现在最精彩的 扎波罗热 已经派出我在北约的王牌区 跟俄罗斯的王牌区 两边正面对决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那种三雨欲来 或者是整个大战爆发 真正大战 因为讲前面还是 尖兵的这种碰触 感觉大战即将爆发了 对 因为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的作战的情况 我们大家来归纳一下的话 大概它前进的 整个的前线部队前进的距离 大概6.5公里而已 6.5 并不是很长的距离 然后整个总占领的 收复的面积 大概90平方公里 大概位于哪里 就位于巴赫木特 跟扎波罗热的中间 这个区块 整个解读起来的话 看起来就好像说 俄罗斯的最精锐的 最顽强的抵抗的这个 整个的壶沟 跟整个的地雷阵 整个的布防 整个被打出一个缺口 挡不住 打了一个缺口出来 所以这边打出一个缺口 是关键的地方 那这个90公里的面积 怎么打的你知道吗 它用夜袭打的 主要是夜间空袭 因为虽然双方都讲都有 双方坦克车 都讲都号称有夜袭的能力 但是真正有夜袭的 真正有作战能力的 完备作战能力的 只有西方的这个 只有北约的部队 对 北约的部队 跟美国的部队 所以用夜间的攻击 不断地有这些 就是这种重大的散获 这第一个 然后完了之后 它会有后续 再看这两天 会有什么效果 如果这个防御攻势 被突破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代表后面有一大段 的这个攻势 不是第二线的攻势 变得有一个很长的空间出来了 对 那这个空间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着北约的榴弹炮的部队 可以开始对第二线的攻势 开始轰起 可以开始攻起了 所以我可以一马平参了 对 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 它对这个重生会 快速地去扩大 如果后面有大量的炮兵 在继续做这种大量的攻击的话 那俄罗斯的部队 在这个线上来讲的话 就可能会被击溃了 那击溃下来的话 就是我刚刚施松讲到的 往下再深入的话 会打出一个很大的缺口 看看这个礼拜的发展 是不是这种情况发生 对 然后关键我就讲哪里呢 这个点我们的判断 就是你刚刚谈这个 叫做主攻点 那你刚刚看到 扎波罗也有 巴罗木特也有 还有这个 这个别尔格尔也有 这叫什么 养攻点 它打了好几个点 对 它打了四个点在打 它真正的主攻点是这个点 目前成功的地方 对 我刚刚讲了 在中间的一个 巴赫木特跟扎波罗热 这个地方 在盾内资格这个地方 它攻出了一个 我刚刚讲的 大概 大概 90平方公里的一个正面 那它现在就利用这个正面 再继续进一步的扩大 对 因为这个是最 它目前对外宣称 最具体的战果 所以我们刚刚 前面这一个 已经讲了大概有 这样一个月时间 对 静默时刻 为什么呢 它有好几个 我不是讲过 它用火力侦查 同时有很多养攻跟主攻 看不懂 对 现在看出来了 今天比较明朗了 就在这个区块 就是巴赫木特跟 扎波罗热的中间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 如果是我 我们刚刚讲 如果是西方的军事家 军事分析家 判断正确的话 那就会从盾内资格 是主要的 向下像一把尖刀一样 做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 往前的一个突破 所以他们就讲 这往前突破 你要不然就是把马力波 拿下来 要不然就是把 别尔江斯克拿下来 不管拿下马力波 或是拿下别尔江斯克 你都已经控制黑海了 他有可能 就是说在这时候来讲 他有大量的炮兵攻击 跟其他的那种 大量的火力 火力压制的情况之下 会把这后面的 所有的补及线 他的指挥所 全部切断掉了 那切断掉这一线来讲的话 那这边刚好 那所以他的整个 他的像特种部队 他的部队部队 就可以向下继续 把这个部分收复 那后面就会有 更大面积的收复的可能性 那这个战场 就会有决定性的变化 因为整个补及线 整个被切断了 好 立峰 刚刚讲的 现在是精锐进出 之前讲 有没有使用无人机 有使用无人机 可是那是单点突破 那是单点的猎杀 可是现在 这个无人机上面 把这个地方当成狩猎场 他不但是可以单点 他可以单兵作战 他可以交互掩护 他甚至有一个小规模的组合 无人机进行猎杀了 对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无人机他们的产量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他们几乎每个地点 都可以弄一个 3D的组合无人机 第一个 你士兵先来看看说 到底这个战场上面 有没有他的目标 然后呢 你不只是在那边看 你只要飞上去 你飞上去之后呢 你用这个远距来看 你就会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人在跑动 那有没有人在跑动的过程当中 无人机就把你锁定住 锁定住之后呢 你侦察的无人机 你就会叫来其他狩猎的无人机 其他狩猎的无人机 当你的侦察点锁定之后呢 把坐标给了出来之后呢 哇 这个负责去杀人的无人机 就直接像是神风特攻队一样 整个俯冲进去 完全没有时宜 就把这个房子给炸了 哦 增收的 作战的 对 攻不起的是不一样的 他们就像是一个3D的一个部队 在天空上我慢慢的找 慢慢的找 当然我确定好之后呢 当你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的话 不是我这个主无人机 我只是负责当我的眼睛 然后呢 我的左右两翼就飞进去 发现你看他们直接轰炸 然后呢 直接带了漆弹 直接炸毁 那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人员的伤亡 对乌克兰来讲 完全没有 我只要一直不停的投放无人机 而且他们的产量已经起来了 可是对俄罗斯的士兵来讲的话 他不只要面对豪钩的 不只要面对坦克的 不只要面对高空的一个空对地的一个飞弹 无人机在天空飞 他们其实只要看到无人机 就吓得跑去躲起来 可是躲起来的情况之下呢 还是直接给轰炸进去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乌尔战争 到打到现在来讲的话 乌克兰其实是步步进兵 因为他们已经把这套 3D的立体化 已经做到非常的完整了 难怪俄罗斯现在的士气这么低 刚刚讲到 现在乌克兰主要是夜袭 晚上不能睡觉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你随时会进行攻击 好 我就算是白天 白天 我要防止这些无人机 无人机声音是很小的 你会在无声无息的状况下 对我进行轰炸 对 当你看到无人机的时候 他是直接就下去了 然后下去之后呢 你就GG了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俄罗斯 他们也要做了一个宣传 之前不是说俄罗斯 他们说我打掉了你们的鲍俄坦克 结果呢 乌克兰说你不是 那个打到的是旁边的农耕机 不是鲍俄坦克 然后现在呢 他又出了一个新闻稿 他就说呢 Russia says it hit a little part 这个鲍俄的坦克 还有美国的 Bradley 这两个坦克都打掉了 而且呢他这次有附上的画面 我们这一次 有歼免你的鲍俄 歼免你的Bradley的美式坦克 所以俄罗斯也要进行宣传 对 然后呢 可是这画面出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了后面 是觉得 乌克兰这个 这个北约的武器 真的太厉害了 你看到这个鲍俄坦克 其实已经被他们给开了 罐头了 被炸了 而被炸的过程之后呢 里面的人还可以慢慢的逃出来 所以呢 你虽然 里面的人没事 对 虽然你损失了一个鲍俄坦克 这个美式的一个美式的Bradley坦克 可是呢 他的防护性还是很强的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缴获了嘛 你缴获一定要去把这东西 给带回去嘛 可是那个俄罗斯的士兵 过去看的时候发现 哇 他的机器引擎还在运转耶 你一个开罐头 在过去来讲 我们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 被打掉之后呢 T72 T90 T81 对 T90这些全部都死光了 可是呢 当打开的时候呢 发现 他的装甲板还是完好的 然后呢 你把那内部打开的话 他的机械还在运转当中 最主要是 人员还是可以完整的逃生 人员走了 对 所以现在就来讲的话 其实你这个俄罗斯 你在过去的T90 这些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 面对北约的这些武器 先进的装备 其实真的是没得比 所以讲 没有比较 对 没有伤害 对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 你看哦 这个之前给了他的鲍俄坦克 那你给了这个主机之后呢 其实有给了非常多的一个弹药 那么现在其实包括德国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 给的东西越来越好 这画面上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战场里面 要第一次终于有画面出来了 这是DM53A1的一个穿甲弹 这个穿甲弹呢 你上面都是乌克兰斯坪写的问候 就是说看到我们你开心吗 这个东西其实是德国 配上了这个鲍俄坦克 以前来讲的话 我给你鲍俄坦克的一个 一个坦克车 你自己要把这个弹药给准备好 现在这个东西打开进去之后呢 而且这是强化版的 这个DM53A1成甲弹很厉害吗 他非常的厉害 在过去来讲的话 你要打坦克车的话 你为什么要往上打再往下打 那是因为你最粗弱的地方 就是你人员进出的孔盖 你要精准的打到 可是这一个就不用那么辛苦 这个的话 只要你打到任何一个脚点的话 他都有办法 有办法来穿裂 穿裂之后呢 不管你再打到哪里 铁板倒不住 对铁板倒不住 你只要进去之后啊 里面有一些蓝油 里面有一些东西 你一点点的弹药 就会造成整个的爆炸跟毁坏 而且呢 这一批德国说 我们这是加强版 你里面的弹药呢 是特装的 所以呢 这个打下去之后呢 相信俄罗斯的人员呢 跟俄罗斯的坦克 是挡不住的 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以前我们的炮管 你大概打个一千次两千次 你要赶快换炮管 你要不要做维修 没有 他说这个炮管 这要挺好的 德国制的PZH 2000的自走炮 搞不好看这块 这炮管 打了两万次 还可以用 对 这个就是非常 我现在对德国的装备 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对 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 德式的装备呢 不用再讲了 就是世界第一 但是呢 你这一次的技术 大家会觉得这太离奇了 因为你过去来讲 没有战争 没有实际上的操作 你很多的情况 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数据出来又怎么样 可是当物二战争出来之后呢 你发现他这自走炮的炮管 金石石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可以打到两万次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没有太多的修护 的时间 所以呢 你可以不停的攻击 不停的攻击 这一次的物二战争 也浪浪的 大家惊艳的就是德国公益 不只是说的好看 你真正上战场之后呢 打得很厉害 因为刚刚讲的 现在已经不是嘴巴讲讲 我要反攻 也不是嘴巴虚的说 我要个进攻的时刻 现在正刚讲的 真的在巴赫木特 杂波罗瑞这些地方 已经打出了一些突破口 这已经把俄罗斯 本来在这个地方 最强的防御攻势 给突破了吗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切断 切断之后 让乌南地区跟克里米亚 跟乌东乌北地方 来整个切断 让俄军来讲 批语奔命 这是我想 应该四周日区 他们最大的一个战术 能够切断 让他们的整个补给线 以及这个所谓的 这个军队调动的 这个方便性 应该是最大的目标 而且刚刚按照 吴董所说的 其实这个地方 是在俄罗斯 已经经营了数年之久 有些地方 甚至经营了八年的以上 这个地方有非常强的豪沟 有这个所谓的农压 有这些非常强的防御攻势 所以你的突破一公里 都非常困难 结果你突破六公里 突破六公里就代表 你过去八年所累积的 所有的攻势 都被破坏了 那被破坏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像德国 像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提供了相关 地面的这些武器 其实是派上用场的 你看到像德制的武器 因为说严格讲起来 这场战争当中 吃亏最大的就是德国 他北析一号二号都不见了 然后接下来 他的经济状况 跟中国又撕破脸 德国现在在想的 我认为在想的 他如果能够借由这些场 这样的一个战争来讲的话 也把他的军火推销出去 你觉得怎么样 整个东欧国家 如果不用美制武器 如果说当然美制武器 他们会买 但是德国武器 他们也买 而且美制武器比较贵 如果德制武器 如果真的在欧陆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方便的 欧洲可以拆一脚 德国可以拆一脚的话 在军火市场上面 绝对可以占优势的 难怪 肖子一开始 我只要给你头盔 而且头盔还不敢送进去 放在边界你自己来拿 现在讲说 德国是把自己的鸭箱宝 全部都给丢出来了 对 我越看越像一个商业展了 越看像这个德国 武器大关 因为让乌克兰 让泽伦斯基把他的武器 你看原本他们在所谓的 一般的演练 或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设计过程当中 也没有实际操作过 在战场上 这个武器的效能到底怎么样 而现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能够让德制武器 能够一番来讲的话 让他们获得肯定 这个对德国来讲 是要不得的事情 因为未来真的东欧国家 或是甚至非洲国家 都会改买 改采买所谓德制武器 那这样的对德国来讲的话 就可以填补掉 他在这场战争当中 原本应该叫损失嘛 所以刚刚讲 现在乌克兰进行大反攻 大反攻我们刚刚讲 以前乌克兰的装备 还是杂牌军 有的时候是二次装备 有的时候是美式装备 然后混混杂杂的 就没讲到 这次一反攻以后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单兵所有的装备 包括我的坦克 全部都是什么 挑战者二号 鲍二 海马斯 全部都是北约装备 可怕在于说 当这个北约的装备 一出来了以后 二式装备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看到 虽然没有到吹枯拉朽 可是真的是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一个地点 一个地点的 都被乌克兰夺回去了 而且目前乌克兰 全线在往前 推进的这个过程里面 用这个装备 欧洲跟美国的这个装备 打的俄罗斯装备 根本是完全抬不起头 那你知道六月十二号 是俄罗斯的国庆日 这一天照理说 应该普丁要出来讲 就没想到 他现在只能够呼吁什么 大家要团结 因为没有 没报了 因为前线一直不断的溃败 现在整个俄罗斯 是已经处在一个 艰困的时刻 这么骄傲的普丁 对 他居然承认俄罗斯 现在是艰困时刻 对 为什么他艰困 我们先来从地图来看 第一个 我们之前不是讲 乌克兰是四面推进 一个在乌东 巴赫姆特这个地方 往前推进 另外在乌南 这个杂波罗这边 往前推进 在乌东跟乌南 我们前一天讲四个村庄 现在已经夺为七个村庄 好 再来就是说 中间这一条路来说的话 要往这个马力坡 打过去这条路 对 目前为止已经 往前又推进了 大概1.5公里左右的 这个速度 所以这样目前 持续的在往前 快速的这个推去 对 那你跟我们讲 在比尔戈洛德之间 叛军一直不断的 骚扰你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 还有办法 目前为止 在这个目前为止 在这个赫尔松 赫尔松这个地方 水慢慢推去 这个部分 也要开始进行反攻 所以目前是全线的 在对俄罗斯 行进一个施压 对 师兄 你以前讲 现在乌东 他已经经营了非常久了 已经对抗非常久了 所以俄罗斯在这边 他不是一道防线 对 他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防线 就这一层一层的防线 抵挡不了乌克兰 目前完全没有办法 你看 这个目前 责任实际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要再前进 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乌克兰要把握 现在最好的反攻的黄金时间 我说为什么是黄金时间 保险现在外在因素来说的话 俄罗斯 欧洲都是很怕什么 油价大涨 天然气大涨 最近大跌啊 最近在欧洲呢 有势无恐 我可以全力帮你 如果再打下去 油价不会上涨 对欧洲来讲 他已经不怕这个困扰 没有能源问题了 所以你看 乌克兰现在讲得越来越大声 乌军反攻的最终目标 是要夺回所有的乌克兰土地 包括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都要拿回去 对 那普丁怎么办 没办法 所以普丁只能说 我们大家团结吧 难怪是艰困时刻 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的叛逃军官都说 我们目前整体的士气 非常非常的低落 为什么非常低落 我跟他讲 为什么 因为你目前为止 你俄罗斯的装备 T80M的坦克 T90坦克 保险面遇到爆二 挑战者二 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他们现在操作 明明就是我们最顶尖的武器 被你打好玩的 另外还什么 我们这个俄罗斯 非常以理为要的萨姆400 萨姆400的话 中国这一次也是很仔细 在看你萨姆400 表现怎么样 因为俄罗斯 中国之前下了这个 900亿台币的订单 900亿 一套萨姆400 折合中国买 买了5亿美金左右 一个状况 就没想到 他们这几天看到一个画面 完全傻眼 这萨姆400 不但拦不到你 海马士打出来的飞弹 不说啊 你知道 还被 因为已经在旁边先爆炸之后 结果这一台萨姆400 被旁边的这个爆炸 正波波及之后 整个垮掉了 整个坏掉 坏掉之后 你知道为什么傻眼吗 那一颗海马士的飞弹 只有500万美金 你这一台要5亿 就500万美金 就把你无意干掉了 所以你知道 对中国来说 对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这一 为什么普丁真的很尴尬 我最好的精锐武器 全部在乌东战场 被乌南战场被打得 完全是麻民专岛会 那对中国来说 我未来的 我买了这个萨姆斯坦 没有用啊 那对俄罗斯来说 我未来的武器 我打不了海马士 我未来的武器该怎么卖 所以现在真的是 愁眉苦脸的一个局面 好 另外就是 俄罗斯在刚开战的时候讲 我们取得很好的战果 我们做了很多大外宣 现在乌克兰的鲍尔坦克 被我们一个一个给摧毁 结果第一个讲 鲍尔坦克那是假的 那根本就是一个耕毁机 第二个更夸张的是 的确鲍尔坦克出现了问题 可是它很夸张 我们看到了 俄罗斯的武器都被开灌 整个坦克被炸开 结果鲍尔坦克被炸 有被炸 就只有履带坏掉 所以它事实上 现在整个俄罗斯的装备 经过这一场战争之后 被证明说完全是 这个中看不中用 所以乌克兰越讲越大声说 我们已经收复了 七个定居地 涨回的领土 到了九十平方公里了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原本在巴赫姆特 前一阵子俄罗斯在说 我们已经全面控制了 结果现在又开始了 乌克兰往前推进 你看蓝色的部分 就是目前为止 乌克兰重新夺回的这个部分 包括在巴赫姆特 在阿弗迪夫卡 包括说马林卡 这几个村庄 完全都开始打下来 所以我们知道 事实上目前乌克兰 副国王部长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这几天收复了 七个这个定居地 掌握的面积 来到了这个九十平方公里 公里左右 另外一个 这个乌克兰在这个 东铺司令的这个发言人就说 我们开始持续 对巴赫姆特的这个 侧翼发动攻击 并把俄罗斯军队 击退达七百米左右 所以我就讲 现在乌东战场上面来说的话 三面开花 结果目前为止 俄罗斯完全扛不住 开始再往后退 那不是只有在乌南战场 不是在乌东战场 我们讲乌南战场也是一样 这乌南战场 就是盾内兹克这个地方 我们讲下面就是马力坡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想要往下 贯穿到马力坡 所以现在他们有三面的 这个蓝色的旗子 就是三面的进攻的这个状况 有四面进攻 一个在舍府秦柯 一个叫新马约西克这个地方 还有新盾内兹克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主力部队 是沿着河谷往下前进 所以现在等于是 你看四面 目前为止 乌克兰是完全四面 在往前推进 我们是说他往前推进 他这是第35海军陆战队 他们现在开始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 所以我们讲乌东战场 俄罗斯已经输了 在乌南战场 盾内兹克这边 也是全面 再往后撤退的一个过程 而且你看 他们现在一个村庄 一个拿出来 你看他们的装备 你看他们的事情很可怕 那也没错 这是什么 他们在收复的这个村庄里面 开始 摆上乌克兰的国旗 另外就拍说 我们现在真的来到 这个地方巡查 而且确定说 这个地方 为我们所重新拿下来 这就是目前乌克兰 在做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是 你从专业资格上一路下去 会切到马力坡吗 如果切到马力坡 整个乌军 不就被一切为二了吗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在下面 在盾内兹克这个地方 有四面往下打 所以现在真正的主力 不对在这个地方 乌克兰军队沿着这个河谷 这边有一条河 他们沿着河谷往南 快速的贯穿 你看目前为止来说 这是在目前为止 在上面一个村庄 叫大诺沃西尔卡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你看俄罗斯的这个军队 完全都被开灌 被完全击败的一个状况 俄罗斯的军队 完全在往后撤退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他们这个放的一个画面是 他们用这个乌克兰的坦克 向俄罗斯阵地发射了 一二五毫米的这个 高炮弹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所有的画面都是 目前为止 乌克兰的军队在往前推进 甚至你看 在这个斯托罗洛夫的这个村庄 里面有很多俄罗斯军队 在投降的这个画面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是快速的 往这个河谷的方向往前推进 那你知道吗 这时候俄罗斯要盖几个尸棋吗 因为有河的地方就有水坝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再炸水坝 为什么要再炸水坝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河谷就是这条河 这条河来说话 就莫妮卡压了一个河流 这条河流 他们往南推进 往南推进的时候你看 目前为止 我们讲上面几个黄色部分 都已经被乌克兰重新光复回来 这个水坝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水坝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俄罗斯现在准备了 我要准备把它完全摧毁 这条河流是 莫克里西亚 莫克里亚利河的这个河流 我在这个上游水坝把它炸开 炸掉之后就准备让你的水淹下去之后 你的军队就会比较慢来 而且他刚才不是讲吗 我现在不是把乌东乌南地区 我要夺回来 我现在连克里米亚我都要夺回来 我要夺回克里米亚 我就要在黑海进攻 之前董事长一直在讲掉 他会主要在攻击黑海舰队 真的打黑海舰队了 没有错 目前为止来说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乌克兰在乌南战场来说的话 没有问题 他目前地面是占优势 空优来说的话 要等联军的F16 他就可以掌握 另外还有什么 我要把海面也把它清空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他开始在突击什么 黑海舰队 他开始往黑海里面的这个很多 包括说俄罗斯的舰队开始攻击 你看这是黑海的 这个六艘 这个乌克兰的航行的 高速航行的无人舰艇 他开始在袭击 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的巡查 侦察舰 各方面的这个舰 目的在为什么呢 他们准备把这个水域 把俄罗斯的舰完全清空之后 我控制了水域 控制了空域之后 目前为止我就可以看 说这是俄罗斯的战舰 被乌克兰的无人战舰 无人战舰给炸机会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海空海陆军来说的话 乌克兰完全战进优势 现在真的对俄罗斯来说 是处待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 好 与某 我们跟你讲 古迪以前是大地 他是沙皇 他多么样的骄傲 在这场战争的时候 他也是在宣传说 我们可以碾压这个世界 可不可以讲 他现在讲 这是我们的艰难时刻 除了讲艰难时刻 他身体也表现出来 这是普丁跟这个所谓的 一哨一骨 两人同时出现 你有没有注意 普丁从头到尾 就不看哨一骨 而且什么 我就背对着你 我正眼都不看着你 对 其实这个案子 一发生的时候 大家会问人说 俄罗斯来打乌克兰 应该是得定亮光 应该三个月 最多六个月 就把乌克兰给弄起来了 现在打了十五个月 还打不完 而且要输了 对 而且是节节败退 所以他少一股 两个人以前的 巴迪巴迪 以前站出来的时候 那感觉好像 就是你自己的心腹 自己的核心 这个画面是在哪里 我们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 其实兵员已经不够 而且甚至已经开始 有人在叛逃的情况之下 他到了医院 然后到医院的时候 跟谁座谈 跟很多受伤的士兵座谈 跟伤兵座谈 跟他们说 你们要再回来 我们授予你荣誉奖章 我们给你加薪 要希望他们可以来 再重新回到战场上面 那这个东西 在授接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看一眼邵逸谷 然后转身背对他 其实大家要讲 从头到尾背对他 你看邵逸谷的表情 多么尴尬 对 表示说 其实西方有这些行为 行为的肢体学的专家来看 他说其实两个 应该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 好 那另外就是这样 其实你在所有的战事里面 你发现这个战事开始反正 开始出现不立状况 你就看有个部队出来了 都战队 对 都战队什么 你开始有部队要撤退 你部队要逃亡 我们讲就像以前 中国的大刀队一样 我就把你宰了 现在这个画面就出来了 现在真的出现了 俄罗斯的士兵想要逃亡 当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要逃亡的时候 都战队就出来了 好 我们先来讲 其实之前战况不好的时候 普丁就有讲过一句话 我们一寸土地都不会让 那时候西方媒体还笑着说 你们现在已经结局 拜托了怎么办呢 普丁说他们有自己的办法 没想到这办法 竟然是自己人 杀自己人的督战队 这是一个战斗 战斗的话有七名的俄罗斯士兵 发现前面打不赢 乌克兰的一个装甲坦克 往后逃 逃的情况之下 从树林里面跑出来三个人 你看到一开始 这七个人其实想要撤退了 但是树林上方的树林 跑出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直接拿着长枪 拿着机枪来扫射 扫射的过程当中 大家觉得奇怪 乌克兰不是在后方吗 其实你把它放大开看 这个是俄罗斯他们自己的人 都是俄罗斯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说 你在战线的后面的第一排 其实他们有个督战队 督战队就是拿着枪的 只要你敢逃离战场 只要你敢往后退 没有第二句话 就直接给被打死 这画面其实令人很震惊 为什么呢 七名的俄罗斯士兵 就这样的画面 一个一个倒下去 对 这个东西来讲 是第一次有影像曝光 原来之前普丁讲的 一寸都不让是真的 而且督战队来打击 自己的俄罗斯的士兵 杀自己人的话情况 这个东西其实对他们的士气来讲 打击非常的大 好 那另外 现在在逃亡的 只有俄罗斯的士兵吗 没有 现在在俄罗斯的边界 也出现了大逃亡潮 我们今天讲到 在比尔戈罗德 这个本来非常重要的 俄乌之间的一个边界 俄罗斯乌克兰所控制 就没想到 之前不是讲 在比尔戈罗德 很多的城镇 出现大爆炸吗 大爆炸的时候 俄罗斯的政府 俄罗斯的军队 竟然没有办法保护他们 在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状况下 这些你看不到 这些人 就在比尔戈罗德 这些人 俯老邪幼的 全部要跑了 我们先来讲 比尔戈罗德 他的重要的一个位置 比尔戈罗德 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他就是在 俄罗斯自己的境内 所以当初打仗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 他们很多的亲戚朋友 就在乌克兰 所以他们是往来 很平凡的一个情况 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包括自由军团 包括其他的一个 反抗军团 已经进到里面 进到里面的话 俄罗斯也说了 他们可以瞬间的把车轻扯 但是没有把他们给扫荡 现在来讲的话 贝尔戈罗德 他们的一些国防的大楼 甚至呢 这些大楼都被炸到 炸到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想要逃走 可是他们说 现在俄罗斯撤罪他们的方式 给你们一组假电话 因为这组电话呢 假电话 原本有的时候 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他就要告诉你说 你到哪个地方 然后呢 有这个火车 或是另外一个地方 有这个地方 来接引把你接去 可是打电话进去的时候 他们说空话 对空话 接不通的 所以他们现在就一直来抱怨说 他们被俄罗斯骗了 对 他们说现在来讲 我们就在俄罗斯的境内里面 贝尔戈罗德说 那我们现在要逃去哪里 我们已经无处可逃了 他们现在就是两个方向 一个就在这边等死 另外一个就看看说 到底什么时候会不会打过来 好 董事长 之前俄罗斯的武器 曾经被吹上天 而且中间有一个 最厉害的武器 叫做萨姆斯拜 当时还被誉为说 是全世界最好的防御的武器 而且这个萨姆斯拜 可以抵御任何飞弹的攻击 可没有想到 这次在俄乌战场上使用了以后 太可怕了 他完全挡不了 第一个 你挡不了无人机 第二个 你连海马是火箭弹 在你的旁边爆炸 你都不知道 现在这一次的乌克兰的这个装备 用到北约装备以后 它有一个特性 它特性是什么东西 它有好几层的空中的情报跟搜索的 这个侦查的能力 对 那这个能力是目前俄罗斯不具备的 那俄罗斯的整个间谍卫星 目前我记得我的印象中 好像只有五到五具间的戶口 对 它还要跟中国借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 它有卫星 然后有侦查机 有无人机 然后再加上海马是的雷达 对 然后这个整个搜索系统是非常完 它是整个数据链很非常完整的 那当你现在看到一个 只是一个单个的一个防空 一个防空飞弹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义 当你防空飞弹一打开的时候 是会会变怎么样 你被暴露你的目标了 你的电波 你的无线电波 马上就被人家锁定了 对 在锁定的情况之下 那一定没有问题了 一定被干掉了嘛 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也就是说在科技 在这个这一部分完全是已经是 它属下风了 我要讲另外一个 它不但是海马是 它包括连M777榴弹炮 对 那榴弹炮的精准度 都是能够射后 马上快速射击 快速转移阵地 对 为什么 它不要再去调整炮位了 你知道吗 方位都不要看了 就是它就是GPS一锁定 对 立刻就开始射击 然后它的 它的这个射击的快速移动能力 已经超强了 而且它那个雷达锁定能力 也比过去的一般的传统的 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 这个防炮的力量 要大又精准的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这完全是不同世代的 所以我们讲点线面 你俄罗斯再怎么强电 你可能是世界第一 所以打到了线 打到了面 就不是北约的对手了 对 所以说为什么它这个 这个乌克兰这次 而且乌克兰现在还做了一个新的处理 他们除了这个理由 这个跟着北约联手以外 又还有一个就是Starlink 他们跟Starlink完全连结 又跟Starlink连结的情况之下 后来一直讲 它就不要依靠美军的 当然也是美军 对 也是美军的军规的Starlink 讯号 那个Starlink就比原来的 它的高空的那种间列卫星的话 弹性更大 所以你说 弹性更大 然后跟无人机连结 对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锁定跟轰炸 跟轰炸力量是不是更强了 是吗 而且它现在的 你到什么程度我刚刚讲的 已经不是在讲海马仕了 就光榴弹炮本身 的这个射击的炮弹 所谓的带有这种 这种飞行能力的炮弹 制导能力的炮弹 都已经比以前要增加了很多 所以这两箱之下的 这个精准比率 完全差很多 最终不是萨姆400 对抗了海马仕 是两个不同的规格的战争 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整个世界 变成一个整个北约 把这个整个乌克兰战场 搞得非常立体化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俄罗斯只有靠量来提升 在大量的兵力 跟大量的火力 跟过保的大量的攻击 来用整个全面性的覆盖 这个是俄罗斯老套 而且还是用这一套 所以你看到乌克兰的作战方式 它分成好几个战场 它现在几个突破点 目前公布的是 四到五个突破点 对不对 但真正是总共 它这个叫做火力侦查 它一进去的时候 一进去 它是带了一个很强的兵力 去做侦查 那我们的数据 它现在是兼兵阶段而已 对 然后一开始如果成功的话 发现这个是它的软热的地方的话 它后面的军团就进来了 就有大兵力的 有预备队会丢下来的嘛 就会有突破的可能性 所以它现在目前是整个的兵力 这整个战线目前八百多公里 它八百多公里是很大 很长一个战线 你要怎么样的 这个大覆盖的地方 怎么守 你就是变成你的空中的雷达的侦查能力 变成非常重要 对 所以这个部分完全是北约提供了乌克兰 整个空中侦查能力 所以它现在在什么阶段 大家都不要误会 目前不是在进攻 它还在一边侦查 一边在开始 一边的攻击 对 大家在找到它弱点的地方的时候 它就开始做一个大量的突破 所以目前在这个阶段最真到底打哪里 最后决定是哪一个作战点 目前其实还是不明确 好 刚刚讲的是 现在连哲人士也都讲反攻了 对 反攻的开始你刚刚讲的很快的 就已经收复了三座村庄 三座村庄在哪里 在巴赫木特 因为巴赫木特非常难的是 这个地方已经你来往打了一年多了 俄罗斯这边的攻势也做得非常密集 没有想到 它居然一开始就去啃那个 最硬 最难咬的馒头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可以说是四线作战 怎么四线作战呢 在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还有在顿内之客 杂波罗热 还有比尔格罗德 甚至原本的赫尔松 要五面作战 打着这个俄罗斯的 完全措手不及的一个状况 但是现在为止来说 四面作战都获得非常好的这个成果 这我们必须讲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普丁似乎是有一点点 没人要支援他的感觉 没人要撒毅 现在瓦格纳就说 我们现在不要跟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签约了 我们不要打了 另外一方面来说 连华格纳都不打了 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俄罗斯曾经跟两个国家说 你来参战好了 一个是亚美尼亚 一个是白俄罗斯 现在这两个国家 他也可能都不会参战 所以等于是 现在普丁自己要打这场战 而且目前为止 火都烧到自己的家里面 别人的哥罗德 不是前线失火 是他的目前为止 家里面都失火的状况 那我们必须讲了 事上这一场 我们这个讲了非常久的 这个大作战的 或者说反攻 可能真的开始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是有步骤的 第一个时间里面 他们不是说 全面在前线 不要静默 不要出声 另外紧接而来的话 前一阵我们不是看到说 泽伦斯基为他们的 乌克兰的军队授齐 授齐之后 紧接开始就 全面四线作战 要是没有这一次的 这个砸坡 这个所谓的 辛卡霍夫卡的水坝被炸的时候 可能同时是 五线作战的一个状况 但现在因为辛卡霍夫卡 这边水坝炸了 赫松这个地方 没办法往前明显的推进 但是就乌克兰来说的话 他们还是在前线 收复了非常多 原本啃不下的村庄 被他们收复回来的一个状况 因为泽伦斯基讲说 这个绝对不是单线作战 这个也是多点作战 而多点作战 居然从乌东到乌南 都有攻击目标 对 我们就讲 事实上在目前为止 巴赫木特双方在那边 占了你来我往的情形来说话 其实目前为止来说话 我觉得这一波的 乌克兰的主要目标 可能是乌南这些地方 不过说从杂波罗勒 他们要打出一条通道 切断乌南 这个克里米亚跟乌东的 这个所谓连接之外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在这个顿内茨克 这边收复了三个村庄 一个叫涅斯库奇内 另外是布拉霍达内特 另外是马克耶夫卡 你看这三个城市被收复之后 现在整个往南推进的速度 是越来越快的一个状况 你看现在为止来说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在顿内茨克 这边的民众 很久没有看到乌克兰的国旗了 你看他们现在打进去之后 就开始 打回顿内茨克 开始升起乌克兰这个国旗 他们就说这个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看到乌克兰的国旗 他们到处都在村庄里面 插上乌克兰的这个国旗 所以现在已经攻到 他们目前为止的顿内茨克 都打进去 原本我们就讲 这是战前 其实就这个俄罗斯占领了 现在他们开始往 这个战前的目标前线 开始往前打进去 而且他们讲说 如果这样子一直往下切下去 会切到哪里 会切到马里坡 你说当时打的亚述仪坚守 最厉害的马里坡 难道要夺回来吗 而且如果你真的把马里坡 夺回来的话 那乌东跟乌南 俄罗斯的部队就完全被切开了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用两条路线网 一个从这个顿内茨克 一个从杂坡罗瑞 要切断整个乌南 跟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连接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他的这个前线战事 真的相当不利 而且不止这样 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 他们我们到欧洲 特别是英国 不是提供了这个暴风之影的飞弹吗 上几天的时候 暴风之影的飞弹 就击中了这个目标 疑似是暴风之影 击中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抱歉 事实上普丁如果看到 他吓一跳 为什么 他们四月才去吗 因为普丁四月之后 才在这边建 这边就在这栋建筑物里面 建了他们的军事的指挥官 说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站得还不错啊 在那边你看 就是这个之前四月的画面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这个地方 是靠近这个克里米亚 这个赫尔松这个地方 因为原本的赫尔松的这个首都 他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就是赫尔松的这个 亨尼切斯克 把它变成是这个赫尔松 目前的首府 原本赫尔松首府在这边 他把它换到这个地方 那撤回来 那撤回来的时候 上次他来这边见面的时候 都说这个地方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才说 他居然赶到前线去 就被想到他现在已经离开 四月份就离开了嘛 就被想到这栋建筑物 现在就被摧毁 而且现在可能是英国的 这个暴风之影 所以告诉你什么 太挑衅了吧 对 告诉你 好 你来过来 我把你炸掉 那意思是说 我可以炸得到你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而且俄罗斯失误 是没有任何的警觉 没有任何的防空系统 这个发现它 就直接把它炸掉 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说 当然是相当具有挑衅的一个意味 而且现在乌克兰斯州的影片 越来越多了 跟他们讲嘛 你现在非常快的 在断代斯克 你在巴赫木头里面 一寸一寸土地的拿回来 现在大概已经拿回了 三分之一台北市 这么大的土地 那怎么打的 你看 很多都是夜间攻击 都是骑袭 都是夜袭 如果你要发动骑袭跟夜袭 就代表 你的夜市装备 这非常齐全 所以你说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其实俄罗斯 这个主要白天作战 他们未必会落居下风 但是主要就是 晚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是乌克兰的军队 他有完整的 包括说夜市镜 你看他夜市镜 这个夜市镜 看起来好像是 欧美的这个装备 美式的这个规格 他们晚间里面 推动的速度更快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都要知道 因为这一次不是 新卡 货富卡 所以要被炸掉吗 现在大家才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都是夜间 乌克兰的事情 这也太可怕 在夜间的时候 你知道夜行区的时候 伸手不见无子 在伸手不见无子的状况下 他们居然很敢开火 在这个开火的状况下 他居然不怕打到自己人 代表 他们已经非常训练有素了 而且不只这样 因为他们设备都非常好 而且他们互相彼此的 这个沟通系统非常灵活 所以用这样去攻 所以事实上 现在我们才知道 现在俄罗 为了越多的讯息才知道 其实过去从冬季到现在 他们不是单兵作战 他们在坦克上面 他们等于是前线作战 所以你知道 现在这个作战已经很久了 这个我们知道 从冬季的时候 他们就 双方就沿着地涅薄河 两边在互相开火 也就是冬天 如果你看这是在水上 也就是晚上的时候 我就往前推进 推进一点点这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这其实是这样一个情形 那当然现在问题是 现在污南整个水淹之后 他们还是会用这样的方式 推进的速度 会比之前稍微慢一点点 所以这些不是讲说 他先卡或不卡把水壩炸掉 炸掉了以后 就是在赫尔州乌南的地方 水位上升 我持续 对 乌克兰的进攻 如果我有这样的前提 我有这样的水上装备 你水再升我都不怕了 那事实上不是只有在乌南 事实上在乌东 或是在其他地方来说的话 他们都有非常多 你看这是乌军海妖部队 他们夜袭 这个俄罗斯 这个指挥所相关的画面 他们用了画面 海妖部队 对 海妖部队又出来了 对 你看他们用的夜市径 一定是美军的这个装备 所以你知道是让他们用夜间 攻击的这个俄罗斯 攻击到他措手不及的一个状况 好 那甚至我觉得 英国装甲前指挥官讲 说这个挑战的 到底非常厉害 他说呢 整个俄罗斯目前的坦克部队 都不是他的对手 没错 自然英国皇家第一坦克军团的 相关官员就说 这个普丁辛惠义等的新兵 毫无准备应付当前 正袭击他们防线的 这个所谓的震撼行动 乌克兰装甲军 刚开始跟俄罗斯的装甲军开始交战 他说他们将会粉碎俄罗斯的防线 为什么 因为主要他们当然对英国的挑战者 二号相当有这个自信心 可是不是只有英国挑战者二号 还有德国的暴二坦克 这些完全都是 他就说我们带头的这个挑战者二号 还有这个暴二 远远超过俄罗斯剩余的这个重型的这个装甲 精准的火炮还有火控系统 为他们提供了毁灭性的火力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 当然没有得拼啦 这个俄罗斯现在的前线 根本坦克越打越少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讲说原来他一个坦克中队 是有14辆的挑战者二号的坦克来组成 组成说现在你的T55 你的T72 你的所有的东西 对 都不是他的对手 对 他就说嘛 他就说譬如说像挑战的二号 配备了120毫米的这个雷塘炮 然后有7.62毫米的这个机枪 然后他说可以攻击其他的这个主战坦克 其射程和精准度远高于克里姆林宫的同等坦克嘛 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那事实上我们就讲嘛 俄罗斯不是就说 我们摧毁你爆二坦克 爆二坦克 那他不是释出这个画面吗 那我们不是就说他其实这个画面来说 虽然有人说是真的有被击毁啦一台 但是俄罗斯是说我们击毁数台啊 但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似乎不是这样 所以整个在坦克作战里面来说 在大平原作战里面 我们就讲在这个海面这个河边的作战 夜间作战俄罗斯已经落区下风 现在大平原作战里面 你又被这个坦克军又被压着打 所以那俄罗斯你还有剩什么 可以赢过对方的这个情形呢 而且你现在刚刚看到都是前线部队 大家硬碰硬的打硬照 把俄罗斯一直一直往后退 还不是如此 现在丢出来的照片是 你现在一台一台的火车 一辆一辆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弹药库 全部都被炸掉了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对俄罗斯来说真正紧张是什么 他们前线的部队 现在为止可能会被切豆腐一样 切得非常干净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现在后勤补给出了非常大问题 你看原本在乌冬最重要的 别尔哥罗德这个地方 最近为止来说 不是只有自由兵团 还有什么俄罗斯支援军在作战 现在他们的火车啊 动不动就翻车 就被炸掉 那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前线补给 从这个地方进去了 完全都被切断 另外还有什么地方 另外在乌南这个地方 在梅利托波尔这个地方 他也是一样 这目前为止 乌克兰就直接往你攻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铁路啦 还有重要交通要道 我都给你摧毁 目的在什么 切断你这个乌南 跟这个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 所以告诉你现在其实 乌克兰有没有在反攻 有 但是他现在用的方法 其实除了四面夹击你之外 他还在后面切断你的这个攻击补给线 好 东北 真的开打了 真的反攻了 可是有人讲说 这个反攻好像没有跟哈尔克夫一样 一下子就把哈尔克夫拿下来 好像是慢慢慢慢的推进 而且全部都是用夜间的优势 打得俄罗斯招架无力 确实是开始反攻了 有几个迹象 一个是泽伦斯基前两天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反攻正在进行之中 泽伦斯基都承认了 然后普丁也讲了 乌克兰反攻已经开始了 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他就讲了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炸大坝 对 这个炸大坝 刚才施同兄讲的没有错 他本来是五路的 赫尔松这边要下来 要打赫尔松的 赫尔松这边要下来 然后他大坝这样淹下去之后 赫尔松这边动不了 然后他这边有些部队可以去应付 赫尔松这边 所以俄罗斯当然他有一定的情报能力 所以他炸这个大坝 这个大坝是6月6号吧 我记得 6月6号凌晨 6月6号 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洛曼蒂登陆 登陆 所以我在猜想 原先可能真的是6月6号要发动总共 然后他的大坝一炸下去 把你拖延下来 所以乌克兰是选择洛曼蒂登陆 最长一日的6月6号进行反攻 结果没搞成 因为大坝炸掉了 对 所以他真的 这次的反攻可能是8号 9号才打响的 对 为什么是巴赫木特 因为巴赫木特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交战区 不像其他这个战线上面 对 他们是完全是在那边 做这种守备 做这种防线 所以巴赫木特现在 其实已经宣布了 这个乌克兰东部战区的这个发言人 已经讲 乌军已经重回巴赫木特了 他已经把巴赫木特的南边 全部收回来了 没有 进入市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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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公开讲的 乌克兰不会随便讲话 对 而且他是军方发言人 那现在的情况 其实虽然我们觉得好像 好像很慢 对 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 现在收复了三个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收复了一个叫做 史托罗兹霍夫 所以等于四个了 四个了 但是成绩很好 因为北约现在真的有这么强的底气吗 这么强的底气是 英国第一皇家坦克团队居然讲 他说普丁现在的新兵都是心灰意冷 他根本没有办法准备他们防线的震撼行动 他说乌克兰的装甲部队正开始跟俄罗斯交战 会粉碎俄罗斯的防线 因为就坦克上面 在运作上面 在整个战略上面 俄罗斯都不是对手了 在先前我们大概听了最多的就是德国这个鲍尔 对 大家会有一个想法 鲍尔只要上场就结束了 不是这么回事 你必须还是要靠你的战术 你的这个部队的战力 董事长 现在乌克兰真的反攻了 反攻了以后 整个俄罗斯守得住吗 如果俄罗斯守不住 会改朝换代吗 会变天吗 变天了以后 中国会承受很大压力吗 中国当然可能说 中国如果今天俄罗斯的战争 暂时有剧烈的变化 甚至于有 现在传出来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普丁的身体有问题 健康有问题 如果普丁的健康有问题 然后战局有变化 然后俄罗斯的内部的政治情势 有重大变化的话 俄罗斯只要不要 目前的情势 只要战争和解的话 俄罗斯也 然后变成中立的色彩 就出现一个中性 中立的俄罗斯的话 不是普丁政权有更迭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对中国就是最大的威胁了 然后现在目前第二个阶段 现在目前你看到 泽伦斯发动一个新的 他已经宣称 是一个大型的反攻的开始 而且有初步的成效 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认为习近平会没有多的情报吗 习近平会没有判断吗 当然有判断 他吓到了吗 他当然对这个情势的判断 有做出对他不利的一个可能性的准备 万一今天局势有变化的话 当然中俄关系之间 就会有实质上的改变 如果说今天 普丁的政权更迭的情况之下的话 怎么会是出现一个对中友好的吗 因为谈判一定是要进入所谓的和平谈判 那这个和平谈判看起来 已经不是属于中国主导的谈判 而是属于欧洲 欧盟 北约 跟俄罗斯之间直接的谈判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是当事者 你是属外人的话 对你就出现不利的形势 哪怪习近平跑到北方京区 不断地强调巩固边疆 那个是让他长期的国家的战略 如果这个拿下马力波 就是你刚刚起那边抢到 就把俄罗斯的部队一切成两半 对 现在两半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俄罗斯的部队 就遭受到很大的威胁 但是反过来俄罗斯部队 也在利用这个形势 也有一个说法 他干嘛 他们也准备利用这个时候 用一个非常大型的逆袭 然后逆袭的话 去拿下这个哈尔科夫 因为哈尔科夫 拿哈尔科夫要准备干什么 就准备和平谈判 对 他准备要拿下一些地方 哈尔科夫是他的筹骂 因为拿下新的哈尔科夫州的话 就可以让这个俄乌之间的 距离莫斯科 这个整个的边界的 帮他众生要加大嘛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 就明年开始 有很多欧洲或西方的国家 要有改选 改选是重要的 美国就明天十一月份改选 改选以后的政策 或改选的过程当中 这个政治的不稳定性 能不能够支持乌克兰继续打到底 这还是未定之天 大家期待已久的 乌克兰大反攻 真的已经开始了 而且开始了嘛 都是在最艰难的地方 最强硬的地方开始进行 刚刚讲巴赫木特 居然已经夺回四个村庄了 像我们刚刚讲的 在这个所谓的 萨波罗热这个地方 也要往下攻 干嘛 他说要把马力波给夺回去 如果这个战争这个设立的话 整个很快就猪羊变色了 对我们来讲说到底什么时候呢 乌克兰要进行大反攻 但其实静悄悄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发动攻势了 而且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内 他成功了拿下了多少 大概是折合 大概是365座的大安森林公园 等于说他一路推进 那他拿回来的土地 已经有三分之一座的台北市 三分之一的台北市 三分之一的台北市的一个土地 而且这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有什么绝妙的武器 竟然可以这样子 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尸土给拿回来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 你现在看到的乌克兰主要的冲击 都在夜间冲击 都是夜间骑行 对其实他们这个 他们自己的国防部的一个 推特上面就写了 Our time is night time 对我们的主要时间就是夜晚 他带出外的东西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夜市的功能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而且我们的武装都是来自于美国 来自于西方的 所以这个东西包括夜市镜 还有其他的一个装备 拿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哇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甚至他们放出来很多的影片 全部都是美式装备 对 美式装备 而且他现在不是说 过去来讲的话 只是一个夜市镜 他们现在来讲的说 他们拿到的是西方的 一个是夜间视觉 等于说我不是说 以前只能够来瞄准一个地方 然后再从夜晚里面来打击 现在他只可以把整个夜晚变成白天 这是他们一个想登陆的一个画面 我要讲一下 你在晚上是伸手不见无事 对 在伸手不见无事的时候 你随便开枪就会打到自己人的 代表说我对这个战场我要非常熟悉 没错 我对这个战场管理我要非常的精准 然后呢刚刚讲 我对我现在目前的周遭环境是清晰的 刚刚讲我就在河面上 透过青州会计 刚刚讲到青州会计扶小攻击 开启进攻 而且顺利登岸了 对 而且这个地方呢 特别跟大家讲的 这个地方是赫尔松的一个聂伯河 你想想看 你在土地上面你要在夜间作战都不容易了 它是在一个轻艇上面来做一个攻击 你看机枪的一个压制 而且它不只是一个快艇 就是快艇 对 它是有很多的快艇一起要去抢摊的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彼此一个3D的联系的话 你可能会打到自己人 再加上说它的夜市的功能非常强大 而且它的弹炮非常的充足啊 一路上过去之后呢 竟然就顺利的抢摊成功 所以这大家认为说呢 不只是过去来讲的3D作战 你现在连夜间作战就跟白天作战 一样的一个强大 甚至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夜间 在这个坦克 它公布了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一开始呢是黑暗的 可是呢 当你把夜视觉给打开之后呢 就像白天一样 它可以清楚地知道你的坦克在哪里 然后打下去之后呢 精准地目击 那你说啊 这个东西坦克比较大嘛 可是它来炸这个士兵 它竟然可以让士兵 因为人的体内是有一些热能的 所以它可以看到这个士兵好像 你看像这样子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这个点 这么小的点 它还可以用一个夜视的功能 先打前面 然后再打后面 当你前后左右都被包围结的时候呢 大家聚在一起 最后 一锅把它给端掉 连士兵都可以打到这样子 所以你二螺式的装备 我如果没有夜视装备 没有夜视装备 我在晚上真的就伸手不见无知 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行动 你前后左续都摸不清楚 结果 你就卧目中作为家长 你就带载的羔羊 你的对手一步一步的接近 就把你宰了 对 然后后来打到最后 就发现说 他们俄罗斯的士兵不敢跑了 只能躲在豪沟里面 可是到豪沟里面的话 你还是有层次的 当你躲在豪沟 躲在树里里面的话 它的无人机还是可以用夜视功能 它不只是它的炮弹有夜视功能 它无人机的夜视功能 当你知道在移动的时候 一颗打下来就走了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 打下来就走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东西 真的对乌克兰来讲的帮助 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乌克兰的夜战 刚刚讲的 包括轻艇快速攻击 我可以在夜间攻击 从空中无人机 找到目标来个攻击 甚至我连射击火炮 都可以在夜间进行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射击火炮 还有它的乌克兰的MIS-C 这是他们的一个直升机 它的直升机也完全 配备了一个夜视功能 所以等于它升空之后 把夜视打开 就像是白天在进攻一样 所以对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们这是如虎添翼 但是对俄罗斯 它就是节节败退 在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都觉得说 包括这些 对内斯科来讲 应该都是比较困难 比较难扛下去的硬骨头 可是轻轻松松 已经有四座城池 这四座城池 都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在 涅斯库奇内 还有布拉霍达 特内村 这个地方已经升起了国旗 告诉大家说 其实只要 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有心的话 是可以来攻克 攻克之后 把这个国旗升下来之后 其实这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有一个空军的中尉 他叛逃 他说 他们在内部来讲 已经是完全士气低落了 没有士气了 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说 他们的防线是有三层防线的 可是当乌克兰攻过来之后呢 连一层都没有 然后再看一下乌克兰 为什么现在来说 他可以打得非常的快速 跟你们讲 你不管在乌东乌南地区 我不是有很多的豪购吗 我不是很多的龙牙吗 我不是很多的 阻绝攻势吗 都没有吗 这些阻绝攻势 他们直接把这个 坦克车给开上去 坦克开上去之后呢 龙牙呢 龙牙其实有 大家没有看到 因为龙牙他现在没有一个固定装 所以呢 他等于像三脚砖一样 推了 所以整个就打开了 对 打开之后呢 你看到这是两台战车 两台战车要去进攻对方 他根本是不停下来的 他直接用一个很强势的火力 然后他的弹炮 是停不了的 因为他们很多弹药 一路开开开 打打打 打到最后呢 把这个 把俄罗斯的军队呢 把压制住之后呢 先用一个强势的火力 然后呢 接下来两个战车 一个包夹一个前行的攻势 最后呢 这个乌克兰的士兵下去之后呢 慢慢的收拾 慢慢的一个攻打 你说现在发射火炮都是乌克兰 对 乌克兰来讲的话 两个战车不停的 用一个火炮的一个掩护 所以呢 他们的伤亡是非常少的 乌克兰的士兵 等于说前面有这些火炮 帮他扫荡一切之后呢 他就慢慢的来打 他等于是装部联合作战 对 我的装甲刚刚讲的 我的扫荡战场 蹂躏战场之后 我步兵开始进行清扫 对 在进行清扫 然后呢 在壕沟之内 把躲在壕沟里面的 俄罗斯的士兵 一个一个打掉 所以这种精准打击的情况来讲 第一个 乌克兰他的损失很少 第二个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们的士兵的士气是大伤 不管我躲在哪里 最后都会被吊出来 被打掉 难怪 可以让他一寸一寸的前进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的 把他给端掉 对 把他端掉的情况之下 这样可以看到说呢 在过去来讲的话 他们现在你就算是躲在黑海 黑海的舰队 还是被无人机的 无人艇给攻击 虽然他们有机会可以打掉 可是呢 对他们来说呢 一个礼拜 就可以坐一千台的无人艇 无人艇 他一直不停的骚扰 你说黑海舰队已经被攻击了 已经被无人艇攻击了 那一次两次 其实慢慢的就会成功 那再来 克里米亚的上下端 其实都有一些铁路的一个补给 对他们来讲的话 克里米亚一定要守住 但是呢 这些铁路都被攻击的情况之下 其实 打到克里米亚了 打到克里米亚的一些铁路 都有一些炸弹的攻击 对他们来讲 后勤补给就出现很大的危机 好 庭卫 我在部校授讯的时候 其实我最尖叫 我们到夜教 到夜间训练 夜间训练基本上都是做防御的 结果我们干嘛 我们教官就让我们看那个夜视镜 我那时候还是30年前 那个很古老的 我觉得太可怕了 晚上出去的时候 根本身手不见无耻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动 结果呢 戴上夜视镜 前面看得清清楚楚 对 这个就是代表美国的美制武器 都放到里面来了 这一定是雷神做的嘛 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 就是跟雷神之间 有买过类似这种东西 而且这个夜视镜 它的效能真的是非常好 但显然 乌克兰早就已经规划好 我用晚上 利用晚上的夜间 夜间 夜席嘛 夜席的时间 最好攻克对方 而且俄罗斯可能没有相应的 这个比较先进的武器 来抵挡你 所以变成什么 俄罗斯他会仓皇 落荒而逃 然后自己又打自己人 或是自己踩 踩自己人 所以这个乌克兰显然就已经有 做好这样的准备 不过让我比较压抑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几天 北约启动了最大规模的 它是成立以来 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空中演习 所有的战机 250架战机全部出动 由德国来领导 而且准备是6月12号 演习到6月23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一段 乌克兰在往前进攻的时候 竟然北约在背后 做全面的最大的空中演习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随时随地 是不是可能进到乌克兰的空域呢 然后等到这场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是一连串的 好像一个戏剧化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 等到这个战争开始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乌克兰反攻的一个战争 开始做的时候 接下来7月11号12号 就是北约高峰会 在立陶宛 立陶宛 也就是拜登 他也会亲自出席 那这一次的北约高峰会 要谈什么议题 乌克兰要怎么加入 北约的一个概念 所以 在今天6月初的时候 还有马克宏 还有杜鲁道 马克宏跟杜鲁道 都已经讲一件事情 他们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跟以前的立场 完全是不一样 连马克宏都同意了 连马克宏都同意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然 德国现在有一个疑力 德国讲一件事情 德国说 他现在不容许 让作战中的国家加入北约 那代表什么 作战告一段落 或作战结束的时候 乌克兰就可以加入北约 那你看到乌克兰念之在之的 不就是要加入北约吗 他们以前来讲的话 就是说希望能够加入这个体系之后 以后一劳永逸 俄罗斯就不敢欺犯乌克兰 可是现在在排名 他还是全世界第二大军事体 他还是一个军事强国 这是有可能吗 所以我们在想说 这一段的这一波的攻击 也跟接下来的北约的进程 可能都有息息相关的东西 所以可能不能这么 单独只是看 这一场局部性的战争而已 因为整个战场的扭转 这个德国的世界 不需要展现给北约国家看吗 你们提供我那么多的东西 那么多的武器 我什么都打不定 那要什么用 一直僵在那边也没有用 所以他一定要单点突破 多点突破嘛 你说现在责任时期 是打给北约看的 当然是打给北约看的 因为接下来7月11 12的 北约的高峰会议 就是准备要决定 乌克兰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进程 加入北大西洋共同体制嘛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阿斗 你到底扶不扶得起来 大家都在看 就这几天 就是这几天 这十几天的时间来讲的话 这个北约在备战 北约的空军穷备战 而且这几天又传出一个消息 北约的某几个会员国 不排除派部队 进入到乌克兰 前面跟协助乌克兰作战 这为什么会有这种风声出来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北约可能开始在采取 有一些不同的政策 跟以往去年来讲 因为他们很想要做一些事情 赶快把这一场战争结束掉 而且泽伦时期现在来讲的话 正在展现他的实力 给所有的北约国家看 我泽伦时期是有办法 拿到你们武器之后 开始往前进攻的 好董事长 你自己在讲 这场战争不是去争取多少土地 所以今天讲 三个村庄 四个村庄 最近来讲都不重要 你说最重要的是 黑海部队今天被攻击了 因为你一定要把俄罗斯 最在乎的有声力量打掉 那才是对普丁最大的威胁 现在这次进攻 他整个目前俄罗斯占有 乌克兰的总面积18% 就是现在乌东乌南 我们现在这一次战 所以他已经把克里米亚不算 你知道吗 所以他克里米亚不算了 因此我认为 他这一次的 整个的进攻的目标 是做什么 就是为了要回谈判桌上谈判 因为目前的政治情势 大概今年之内 一定要解决这个战局 今年不解决掉的话 明年很多西方盟国 北约国家要选举 要换戒了 要换戒了 那换戒的时候压力特别大 那一定会利用这个俄乌战争的预算 中间的一些弊端 反正一定会找出毛病来 修理这个执政党的政府 尤其现在拜登有机会连任 所以他压力会非常大 那拜登当然是信誓旦旦要支持这个 乌克兰到底 支持泽东斯基 到底绝不放弃 可是你也知道美国这种宣誓 支持很多国家 就有很多国家的元首通通跑路 倒了一大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其实今年大概只有半年时间 半年时间他就不打出个所以然的话 他的情况很惨 所以他因此整个作战的重心在哪里 你看很多地方都在打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是乌东 他在乌东 他把这18%的面积 拿回来 拿回来他就想谈判 主要是要想做 想要为了谈判 而做的一个作战的一个 进攻的一个整个的战略计划 所以他并没有想要去拿回来这个 克里米亚 因为他克里米亚 因为克里米亚如果拿回来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表示普丁一定要下台 对不对 这普丁要不 他没有面子了嘛 因为他他已经把这个 而且他拿回 他在俄罗斯有整个非常高的声望 没有人可以挑战 他的不适其功 就是拿下克里米亚 对 所以说那这个事情 其实蒙国 就是蒙军 就是西方蒙军这一方面 他们支持这个战争的目的 已经达到大部分目的了 为什么目的呢 他已经让整个所谓的北约东扩 已经扩到了你俄罗斯门口了嘛 对不对 你那个克里米亚前几年的事 他不管这个事 他这一次他整个压制你到俄罗斯旁边的话 那北约已经获得极大的胜利了 对 所以他北约要争取这个成功的战果嘛 所以我的重点在那个18%的战友面积 所以你看他很多东攻西攻东 还有很多火力侦查 他很多的小型的攻旗 其实那都是虚招 他主要要把乌冬这一次把他拿回来 我们今天就讲的 辛卡霍夫卡这个水坝被炸掉的时候 都代表什么 一场大战即将展开 不管是乌军兰或者是俄罗斯 不管是勾或是手 这都代表一个大战的一个前奏 而这个大战 真的已经开始有了眉目了 现在在杂波罗人 就看画面 现在看到很多乌军在行动 而且乌军打头阵的 竟然都是爆二坦克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在这个辛卡霍夫卡的水坝被炸掉之后 大家就说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二战 果然这个二战展开 而且保际我跟你讲 这个二战目前最激烈 最激烈在什么地方 刚好就在这个水坝的旁边的杂波罗热 杂波罗热现在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他现在用西方的装备 开始往前推进 里面有这个德国的爆二坦克 然后里面有美国的装甲车 然后这样开始往前推进 现在在这个地方 全部是美式装备 对 双方在这个地方基站 我们可以讲事实上 这个基站的位置来说 过去24小时在这两个地方 这个是杂波罗热 那下面是俄罗斯控制的领域 上面是这个乌克兰控制的领域 这个辛卡霍夫卡的水坝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他们往下打 往下打目前为止来说 打得非常激烈 那事实上目前为止 乌克兰要做什么 他要打这里面一个叫 托克马克的这个城市 他要从这个地方 打开一个叫托克马克的轴线 切断乌克兰南边跟东 这个俄罗斯乌南跟乌东的 这个连接线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所以我就讲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对这个俄罗斯来说 守住托克马克 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根据地 所以说从ISW看出来说 他现在已经出现了 两个重要的基站区了 对 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官方也说 我们抵抗了 事实上没有错 乌克兰虽然有这个西方的装备 但是的确双方在这个地方 俄罗斯也摆出了精锐部队 跟他在这边 互相开火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是打应战的时刻 当然 而且刚才讲 导播我们看这张图就看清楚 现在从萨波罗热开始进攻 从萨波罗热开始进攻 从奥西里浮尘 这个地方往下打 打下了托克马克了以后 刚才讲我就整个切开 切开有两个关键点 我把马利波 美利托波尔 我整个切开 切开了以后 我正常讲的 别尔江斯克这些地方 我就可以把你给进攻了 对 没错 事实上这是 这个金融时报的 这个报道里面来说 你看反攻进攻时 乌克兰把西方的坦克 投入战车 而且事实上 投入战场 而且现在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用了这个 这个西方装备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员 看起来都已经训练好了 准备要进攻 那我刚才讲 他要打开这个托克马克 我刚才讲 这个大坝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他们往南打 往南打的话 打开这个托克马克 这个轴线打出来之后 切断 你看完全假设这一边 被这个乌克兰占领之后 就切断了梅利托波尔 还有马利波 还有别尔江斯克这边 这边是乌南 然后连接的包装 就是这个所谓克里米亚 这边是乌东 然后连接顿内斯克 跟卢干斯克 所以等于切开之后 作战的这个压力会更大 你说首尾不能呼应 对 所以现在就是 俄罗斯一定要守这个地方 所以根据目前媒体报导 就是说 他们之前不是silence吗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进攻 那进攻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就说 按照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来说 乌克兰至少出动 12台装甲车 然后还有非常多 就是爆二坦克 还有多辆美国生产的 M113的装甲运兵车 他说现在的确 前线看到都是美制的装备 或是德国的装备在这个地方 他说事实际上 没有说他们在打的时候 俄罗斯也弄这个真正的武力 在那边打 而且他说 过了很多地雷 对 而且他说第一次出现 他们的确西方媒体有报导说 至少有一辆爆二坦克 被毁坏或是摧毁 这么激烈 对 这是乌克兰第一次 在这个地方失去所谓爆氏坦克 所以看起来的话 我们都一直在讲 之前的这个坦克大战 是俄罗斯碾压这个乌克兰 双方不对称嘛 但是看起来的话 这一次的坦克大战 可能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俄罗斯的装备 跟美式或西方的装备 真的在乌南战场上面 要打开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看到 ISW的特别提到说 这是一场应战 你刚才讲的 而且这一次乌克兰 也受到很大的一个攻击 也有一些伤亡 可没有办法 现在我就是用打应战的方式 就像这个淮海战役里面 当时邓小平讲 我们要把这个硬满头给吞下去 对 因为这个 这个轴线打开之后 切断乌南跟乌东之后 这个对乌克兰说太重要 俄罗斯也清楚 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平原上面 进行一个大对抗 这是什么 这两边互相开炮 对 你可以看到 这个俄罗斯的T80的军队 开始在平原上面开炮 跟这个乌克兰的双方在那边 互相对打的这个状况 就没想到 最后这个T80的坦克 被摧毁了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在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面说 T80坦克开了几炮之后 后来他自己被摧毁了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所以坦克大决战开始了 对 好 那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作战里面来说 我们不是说这个西方媒体说 有12个突击地吗 这一次有一个叫 第74的空降旅的这个炮兵团 他们现在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你看 他们用所谓的空降的目标 这个是什么 这是俄罗斯的这2C3的 这个相思自走炮 他们在上面来说 丢了相关的炸弹 就把他摧毁了一个状况 对 把他摧毁了一个状况 甚至他们还出这种 我们看到 这个乌克兰公布的 这个机种是无人机的 这个新的这个机种 还有说他们用这个在杂波罗的 用这种高效的方式 突击了这个 灭了这个三台 这个俄罗斯的坦克 两台的这个步兵车 还有一个弹药库的这个状况 甚至他们还说 他们在杂波罗的附近 发现了一个俄罗斯的军领之后 你结果你看 他们就利用所谓的炮兵 或是平面的这个武器 还有空中的武器 对你进行这个攻击 他说这个地方 这个所谓的有俄罗斯装备的地方 大概损失了100个人 还有大量的这个装备 所以现在整个在乌南战场上面 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 甚至这个画面是 乌克兰军队俘虏了杂波罗勒的 俄军的这个相关的人员 还有装甲车的这个状况 虽然现在双方的二战 已经不是过去在乌东 现在在杂波罗勒这一带 双方可以说你看 精锐部队都进出 要准备进行一个大决战的这个状况 而且乌总 其实之前讲过 整个乌克兰那么大 如果你是在一个两个村庄 那没有什么意义 我就要干嘛 摧毁敌人的有剩力量 刚才讲你把那个相似自走炮 我不是只有把相似自走炮 你把相似自走炮打掉的时候 你看那样的一个大量的火花 那样的一个爆炸的威力 代表你是整个弹药库 整个弹药库都被我摧毁了 事实上双方现在目前为止 都找对方最有价值 像这个乌克兰就推毁你的T80的坦克 包括说像这个自走炮 我把你摧毁掉 好 那这样俄罗斯当然也不是省油灯 他现在说什么 他就说我们看到你这个 你看这是乌克兰的军队里面的 暴恶坦克嘛 这是暴恶坦克 挂上乌克兰的旗子了 这是在乌南战场上面拍到的画面 你看拍到这个画面 而且你看他们俄罗斯来说 你看我们摧毁了你一台暴恶坦克 整个画面出来 不过俄罗斯不是这样说 俄罗斯是说什么 俄罗斯的官方说 我们这个邵一鼓说 我们俄罗斯跟乌克兰 过去三天相当的伤亡惨重 我说我们俄罗斯一共击退了 乌克兰多次的攻击 我们剿灭了你3700多人 还有毁了50多辆坦克 50多辆坦克 对 没错 那他说什么 我们出动什么 我们用这个空天军的这个卡52 还有米28的武装直升机 用反坦克飞弹不断的攻击你 他说有多辆的这个暴恶坦克 变成是我们俄罗斯的目标 我们就要摧毁你 那他说他罕见的说 我们俄罗斯这一次 也有71个军人死亡 2001个人受伤 然后损失了15辆坦克 9辆这个战兵 这个所谓步兵战车 两辆汽车还有9门大 讲的好像是真的 那他当然之后就有一个影片 就是说 人家就说你真的摧毁了这个 给我看影片 好 结果他就说你看 我们这种卡52的直升机上去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用这样 目标锁定之后呢 我们就摧毁 我们把你暴恶坦克摧毁了 我们摧毁了 你看锁定目标 真的是卡52的直升机 还有这个米28的系列的直升机 你看锁定这个 一次是暴恶坦克之后 然后就直接把你摧毁掉的一个状况 他公布了非常多画面 他还有锁定非常多台的这个画面 这样子一个状况 结果保洁你知道 这样子的影片 大家远远一看 你就觉得好像 人家飞弹飞出去 好像好像真的是 这个鲍恶坦克的这个样子嘛 但后来相关的人士仔细去验证 那是什么东西 他发现不是 根本就不是鲍恶坦克 就是说你看这个画面 你看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我们把它近拍 跟这个 是不是看起来一模一样 你看这个整个机型 结构 轮胎什么都很像 那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联合 他们的收割机 收割机 路牌的这个所谓 自走的这个喷雾机 等等 所以就是说这是农具 他们等于是说是不是 被人家抓包说 你是不是用这个大内宣 你是不是自己拿了一些所谓的 仪式看起来很像是 这个鲍恶坦克的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农具 那你自己在那边摧毁 然后就宣传说 我打了好多这个鲍恶坦克 所以现在被人家觉得说 你该不会是 俄罗斯国务部自己在壮胆 说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干掉了 好多台鲍恶坦克 但是好像大内宣是出包的状况 另外就是 辛卡霍夫卡这个水坝 到底谁炸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互相指质对勾 可是现在出现一个 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什么 现在本来俄罗斯在这个 新的涅博 地涅博河旁边 我有很多的攻势 我有壕沟 我有龙牙的路障 我有反战的这个战壕 结果呢 这个大水一淹过去的时候 我的坦克的壕沟 我的混泥土的龙牙的路障 我的防御的战壕 全部都被大水冲垮了 现在目前为止反而是俄罗斯方面非常担心 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战略跟技术的分析 这个分析师叫巴拉巴诺夫 他说什么 他说 现在如果真的这个水退去之后 反而乌克兰人会占优势 为什么他说乌克兰人会占优势呢 因为他说以前地涅博河水比较深 那现在因为水退去之后会变得比较浅 他们要度过来的话会比较快 另外还要说什么 他说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双方沿着这个地涅博河 你有你的防御公式 我也有我的防御公式 那结果防御公式俄罗斯是什么 第一阶段是反坦克 因为怕你坦克过来 然后我还有什么混凝土的这个龙崖 路上在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防御的这个战好 人员在这个地方 等于用三个阶段这样阻碍你 结果比较这个水坝一冲下来之后 我之前不是讲了吗 这个水坝在乌克兰那边是高的 在俄罗斯这边低的 所以把他们冲毁了 很多 把俄罗斯冲毁了 很多我们原本的这个设施 搞不好受到冲毁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画面来说 乌克兰并没有因为这个地内 水位上涨或是整个河面变宽之后 他就停止攻击 现在还有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这个装甲运兵车呢 渡过河流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他目前还是继续在渡过河流 另一方面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甚至还有什么 我要渡河的时候 这雨就跳到我 跳到我的装甲车上面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还有什么 甚至还有说乌克兰呢 还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赫尔松目前为止 是污南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他们在这个地方不断的炮轰 俄罗斯的这个炮阵的这个阵地 所以事实上现在双方在等什么 双方在等什么 乌克兰的这个装备过去之后 你看英国国防部都说得非常清楚 不是只有金融时报这样说 他的说法是说 乌克兰在目前为止掌握主导权 而且北约的武器让乌克兰确实的 推进了 你看这是英格兰的 他们的国防报告里面 他的国防报告是说 前线的多个区域能够继续激烈的战斗 但是在大部分的区域里面来说 乌克兰掌握的这个主动 虽然说俄罗斯要面临的 尽快进攻 但是目前为止并没办法进攻 另外一个 他说辛卡霍夫卡 这个塌了之后 下游的这个水位继续上升 但是可能会让 这个在2020年6月8号的时候 开始消退 炮击可能使得淹没地区流离世所的平民 一些变得比较复杂 也就是说6月8号之后 搞不好乌克兰的军队 更是会往前进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 事实上为什么他说北约的武器呢 除了鲍尔坦克 还有这个美式的装甲车之外 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 这个乌克兰用作为暴风之营 他目前为止用远目标 他在攻击什么 攻击俄罗斯的重要的这个设施 这是什么 这是在卢干斯克的这个相关的地方 被攻击到他们俄罗斯军队的这个设施 另外他又用所谓海马式攻击 所以等于说他现在 完全在前线的 风中有风暴之营 前线的作战 下面有海马式 对 前线的作战上面来说 全部都是用西方的装备 跟你俄罗斯在进行一个 搏斗的这个状况